永远是这个熟悉的电梯 对吧 32楼 永远从这个地方 开始给大家录每一期的视频 那今天要来说一下 网友的评论回复 就有蛮多人 问我 就是身上的这些五颜六色的衣服 哪里买的 然后想要链接 但是我去查了 就包括那件黑色的花的衬衫啊 什么的 它没有了 但是有那种 图案一样的 但是料子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就特别差的那种 我的这个料子呢 它是那种软的 就有时候你穿上穿上 就从肩膀上滑下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料子 它不是绸缎的 也不是什么针丝的 反正说不清楚 我还挺喜欢这种料子 然后 如果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 假设你喜欢 我一般就会截图 拍照 那在淘宝里用图片搜索 或者拼头桌里面图片搜索 原则上应该是能搜索出来的 对吧 其实 这种 衣服啊 我认为被 老一辈的人 也不用老一辈了 就大我五岁十岁的人 或者是小我二十岁左右的人 基本上都会嫌弃这种衣服的 喜欢的人不多的 就百分之七八十都觉得这个衣服 很难看 很接受不了 反正 我 至少我的老师 我的中学的语文老师 今年应该 八十多块九十了 然后他其实就对于我的 衣着 反正说了我好几十年了 对吧 我也没怎么变更过 然后 有时候发朋友圈 他还能看到 然后 不是有文身吗 他还会问 是不是到了 泰国 你这个是要融入 当地的这个社会呢 融入这个文化范围呢 还是怎样 文化范围 我说不是 我说就是 把年轻时候想做 没敢做的事情 做一遍 仅此而已 然后他还挺关心我的 因为我小时候 各科成绩都不好 就语文好 不管是中学高中 语文都非常好 基本上 120分的卷子 可能一般都是 一百十五以上 平均大概一百十八 大概就这意思 一百十七一百十八 所以语文老师还挺喜欢我的 那我小时候语文好 也是因为 没事喜欢看书 然后看的这个书呢 他能直接背出来 就随便举一个 中学我忘了是初级的课本 有一篇 我们其实不用学的 一篇文艳文 叫什么 大铁锤 大铁锤不知何学 每篇神三鱼 将军加宋 淮宁清华 这篇文章 到现在还记得 记得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记性变得越来越差 但是 而且我有脸盲症 小时候看一些文字 我会看一遍 最多两遍 就背出来了 不管是什么 初始表之类的 还有那个花木兰 对吧 木兰重军 都是一两遍 在这里 所以语文老师就特别喜欢我 小时候测智商 小学和中学都会有测 一次我记得应该是128 一次是130 然后普通人的 一般水平都是在100 反正好像只要过七八十 就算合格 就是这样的 我又要去打球了 今天不放指甲上面 今天对着我 稍等 昨天关于那什么纠纷啊 没讲完 被很多兄弟喷了 对吧 然后今天把它讲一下吧 我们来讲一下 劳资纠纷 劳资纠纷 感谢 这个字 还掉下来了 怎么会变呢 感谢这位网友 用的 给我的这个词 劳资纠纷 我觉得非常不错 recon 与瓜怎么会自己帮的 然后 今天怎么变开 开头就开车 给他直接把昨天那个补漆 反正 二十五岁以下的现在把这个视频关掉 快递这个不许看啊 然后女性朋友忽略 然后因为这种东西讲多了就特别尺度大的 我发现掉粉很厉害 我最近有几期如果开车开着稍微超速了一点 反正就会被取关 是这样的 很多朋友来泰国玩 包括在国内玩 这个支架不灵嘛 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不走行长路 不走行长路 没什么意思 我自己拿着 就是有很多朋友是喜欢不走行长路的对不对 然后呢 到了泰国的话更要不走行长路了 当然我说的不走行长路就是找的还是女性 只不过走不同的道路 然后就找到我 让我去问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泰妹都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 然后呢她本人也愿意加价 于是乎 我去帮她找一个个问 好不容易找到了 然后一开始不肯 然后加个一千泰猪们 就叫爸爸了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还要放抖音上的 有些泰国女孩还懂中文 这个怎么搞 继续往下说 不是说泰国人一千块钱就能搞定 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这样的 然后回到房间 据她给我所说 据她给我所说 就是她小名叫快枪手 出了名的 于是呢她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跑到洗手间 对吧 拿着一包加美洗衣粉 加美洗衣粉大家知道吗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上海人应该可能会知道 其他城市的人不一定知道 然后反正就是自己先开心了一下 避免 避免 避免丢咱中国人的脸 然后呢 从厕所出来之后就开始干正事了 由于不走寻常路这件事情呢 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和方便 这哥们呢 又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那这就很尴尬了嘛 对不对 而且还带着小气球 俗称小雨伞 于是呢 可能就 就 怎么的又找不到形容词了 反正 就像油条时间放久了 那种感觉 好吧 凝掉了 对吧 所以就很难完成嘛 最终连 办正事都没有办 前后加起来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 于是呢 就用他的翻译软件和泰国小姑娘开始聊了 意思能不能少给一点 然后他们一听就神奇了 怎么可以这样吧 这是工资啊 他们对工资看的是很重的 所以 对于泰国人的思维 以前有视频做过啊 就工资就是工资 你说好的就是说好的 没有什么变分的 你不用我完成这个工作 这是你的事情 对吧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 那些事报警啊 其实也不用害怕 警察过来嘛 就是你可能 碰到良心不好的 要多花一点钱 因此 没必要搞那么强 但有些人性格就是当强 对吧 他不愿意 就就就凡事就得 弄弄清楚个四五六 那就是不愿意给 不在乎钱 那就不愿意给 那是原话啊 反正就搞到警察来了 然后还把我叫过去 然后把他做翻译 因为说不清楚嘛 最终结论就是 少给了一千太猪啊 然后我给警察扔了一盒烟 这件事情就怎么解决了 你看 他妈的 帮这些个贴吧朋友啊 或者是 帮一些网友啊 去完成这些事情 我还要搭东西啊 打个车过去 打个车回来 还搭了一盒烟 就还落得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拒绝 和带别人玩的原因 对吧 所以说想找我玩了 就别找了 不玩 拒绝玩 然后 我刚才想说一件什么事情 他有一个后续 在说这个后续之前 先说一下啊 群已经建好了 然后本来不想加太多人 那后来发现呢 还是有蛮多人比较热情 再然后呢 昨天看到一条评论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进群 对吧 是不是要收费 对吧 然后 什么叫和我 关系好 我就可以带过 就是 怎么样 给钱 嗯 在这里给大家说啊 想加群 入群费 8888 人民币 好吧 就没钱了 就不要入群了 啊 然后 客气一点的 888 再客气一点的 88 再客气一点的 8块8 好不好 然后 和我关系好不好嘛 处不处到位嘛 就看给的心病饿足不足 对不对 好 我先下车啊 我先 买个咖啡 然后一会儿又要去取钱了 钱又花完了 上次给大家展示ATM取钱什么时候 取了一万 然后当身上有五千 一万五就这么几天没了 战战战 然后 那些告诉我说泰国消费便宜的博主 不懂啊 不懂你们怎么消费的 我先付个钱 这里插播一下 就是 嗯 泰国银行 现在开比较麻烦 对吧 除非有长期签证 然后问我泰国哪个银行行呢 应该是SCB 嗯 然后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 恭喜 然后其他的话 算你们取两万算了 一万花的太快 所以 呃 想来办的人呢 就 就 你可能花点钱了 以前很便宜啊 以前基本认识成不要钱 现在就要钱了 然后而且还不便宜 五千到八千不等了 哎呀还是放那个架子上面 刚才用的是这个架子 放在这个地方 不行啊 嗯 然后再来说啊 就是那个后续啊 后续 后续的事 我要说我忘了 你们信吗 有时候在吹牛皮的时候呢 这个一上而过 有一个事件 但突然这个事件忘了 他也就忘了 嗯 我很认真的说 真的忘了 今天去另一个球 但是 我擦 后面怎么有一段球突然出来 然后 哎 因为想给大家说的是 在泰国呢 有很多事情他是不需要害怕的 有问题打旅游警察电话 啊 旅游警察原则上来说 还是会大概率的向着我们的 注意是旅游警察啊 各部门不一样 兄弟你 姐姐你想怎样 所以说不用怕事 咱不闹事 咱也不怕事 然后基于 我突然在家里又翻出一包黄鹤龙 就给我爸爸撤了 现在 不孝之子 自己说 因为有蛮多的 那个 人啊 蛮多的这个人 都会撒脱 打滚 所以暴力有些条件 有部分的人 不想闹事闹大的 他反正会屈服 就像有一个 就是有一对上海夫妇 我是在那个使馆碰到的嘛 他应该也会看我视频 然后他老公就会留意 去办银行卡 要花钱 然后盘好一个什么价 结果呢 办银行卡其实一直有规定 最近才有的啊 就是 你办银行卡必须买一份保险 就算绑定销售 强势的 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大闹音乐厅 把警察也叫来 反正 里面态度也不好 反正最终他淫乱 我过程就不说了 就反正各种吵 这种吵淫乱 就行了 所以 国内有很多人在我过程 他很嚣张巴虎 对吧 在生活中 可能因为家庭成长关系 也很游戏 觉得 天下就在唯我独尊 但到了国外之后呢 老师姐怕到没了 到了国 国外之后就 啥事都比较怕 那么还有一些不要命的呢 本身自己 没啥能力 然后是非对错的观念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差 就有时候不占你的事呢 他也想闹瘾 这个 我们在国内很多视频里面 已经看到了 到了国外呢 性格依然就变了 这种啊 就肯定要吃亏 我们到国外 必须得比较 你要知道 在泰国 20万泰铢 可以让你在那 对面海上 飘着 不是回言总听啊 也都不是泰国人干的 都是那些 周边国家的人 干的 你他妈的 我以为你刹车呢 然后震了一下 没想到是鞠个空 意思就是让他先走 我操 我没领悟 不好意思啊 没领悟 我下一趟 出哪儿了 对 所以不要轻易惹事 也不要怕爽 今天车况有点负责 所以说 脑子快奖了 我现在去的是MegaBrick 昨天去的和今天去的不一样 然后还有人问我一些问题 我觉得也是可以拿来说的 就是 问我 Batti啊 如果买房 哪个地段和时 这个问题在视频里 我已经说过一次了 因为 我的观点是不买房 我给他讲了 不适合投资 我不要买 各种坑 但是呢 他还是要问 如果买 在哪个地段 比较好 这就有点像去看医生 看病 对吧 医生让你不要抽烟了 说好 不抽了 但是医生可不可以抽雪茄 有一个道理 我这个视频做不下去了 焦虑正反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靠边把视频关掉 OK 不好意思啊 刚才 人多车多的时候 就会犯交对阵 我记得好像 其实他有一个先兆的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当时在上海的China Joy China Joy 就人很多 我当时就一到人多的地方 就会晕 刚才车况复杂 也晕了 大家发现 我是从这个 这个公寓走出来的Edge 就是在base边上 Base2叫 对吧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公寓呢 是因为 囚房停车场门口 的车位 占满了 然后 就是属于囚房的车位占满了 然后呢 走在马路上 认识的人挺多的嘛 不去管 反正 边上的那个停车位呢 是要收费的 30台主一个小时 泰国人20台主 当然你会泰语就是20台主 对吧 也可以讲价 那停在这个公寓呢 就不收费 前提是什么呢 你会泰语 他不知道你第一次来 他不知道你干嘛的 泰国人记性挺好的 反正见过你一两次就能记住 你就说业主owner对吧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问你房号 你就直接用泰语说个 嫩姐 笋卡 1705 他妈1705说的谁 鬼知的 随便吹牛逼嘛 他就能进去了 这个是个小技巧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是 大家有些 网友应该看过我朋友结口的视频 他更牛逼 他他妈的 去 任何地方 就 也不管能不能进去 哪怕不能进去 他就啊 啊啊啊啊啊 不管就一早有没有进去了 包括闯了巴提亚的美军基地 这个就属于很牛逼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这个也是 能学一学的 对吧 这个两个老外 又他妈在这里等我了 哈喽 哈喽 现在是 现在是真的把 这期视频给录完了 大家拜拜